持续来到农历七月份 在传统习俗上都会普渡祭祀好兄弟 为了降低焚烧之前所产生的空气污染 高雄市环保局推动之前集中烧 以及以供代金已经十多年了 也累积不错的成果 鼓励民众持续来响应 不仅环保也能做爱心 由于环保意识逐渐抬头 无论是祭祀拜拜还是中原普渡 有不少民众都会用纸钱集中专用袋装好 让清洁队收运再往焚化炉集中烧化 高雄市环保局从92年开始推动 三大节庆包含天宫生 清明节和中原普渡 将纸钱集中烧化 降低露天焚烧产生的空气污染 去年就减少了超过两公吨的立装物排放 每年我们回收回来的精子 已经逐年的成长 那像去年的部分一共收到了750公吨的精子 去年是进到我们的焚化炉 做集中的处置 那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污染物的排放 约2.6公吨左右 那另外呢 我们高雄市今年也新建了两座的环保精卤 那这个环保精卤的部分 每小时可以去化大概550公斤的纸钱 那它的整个防治设备的效率 达到90%以上那也可以减少我们相关污染的排放 环保局表示其实不止中原普渡 只要有需求都可以联络所在行政区的勤解队 此外环保局从95年开始推动义工代金活动 让民众透过四大超商的电子食物机平台 将要购买纸钱的费用转为帮助社福团体 已经从18万元成长到约300万元 鼓励民众持续响应支持 不仅环保也能做爱心 目前已经有高雄市约有40家的社福相关机构 已经有参与了 那市民朋友可以到我们四大超商的那个缴费机 进行选取然后进行捐款的动作 那去年度的部分呢 总计的捐款金额已经达到260万左右 那也希望今年市民朋友可以继续踊跃的参与 现在也是全年度我们到四大超商的机台 都可以来操作参加我们以工代金的服务 那把买纸钱的费用呢 转为帮助有需要的我们的同胞 那也是另外一个那个很好的那个做法 环保局感谢各单位多年来 踊跃参加纸钱集中烧及以工代金的环保祭祀活动 不但能共同为维护高雄市的空气品质 尽一份心力 减少空污之余同时也能做工艺 相关纸钱集中烧讯息可以上到官网查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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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